大家好,歡迎收聽來自台,我是瘋仔 週中時分,賽季都來到最後階段 今天的主題就來講一下歐洲賽的資格 不僅是歐聯,因為高普接手之後 其實這幾年一直都爭到前四 所以利密們應該都會對歐霸或歐協聯的席位 如何決定而是有點陌生的 所以都趁著利密浦還有八場比賽要踢的時間 幫大家認清這個要爭取的目標 除此之外都會講下爭取來歐歐洲賽參賽資格的重要性 最後就跟進分析飯聯賽榜爭上前列的形勢 開始之前再宣傳一下體寶派對 星期六四月二十二號的晚上十點 利是台體寶派對會一起看利密浦主場 對著洛定咸森林的英超賽事 詳情及報名Google Form的連結 都在影片資訊欄可以見到 最後三個位置可以給大家報名 費用就二百五十元 到時就準備了一些經典波衫和背包行李箱給大家抽獎 希望大家來到就一起開心穿得最感 接著就進入正題 究竟英超入面的歐洲賽名額有多少 以及如何決定 這件事就受到歐洲足協的國家系數所影響 即是那個國家的歐洲賽成績越好 歐洲足協就會預留更多名額給他們參加歐洲賽 但參賽隊伍多 又不代表他們的國家系數會高些 因為這個系數就會除了他們總共有多少隊參加歐洲賽 所以就算好像2122球季的荷蘭 他們的國家系數原本排名第七 只有五個歐洲賽名額 但亞即是因為歐聯分組賽六戰全勝 即使16強出局都有22分 而菲燕諾就入到歐協聯的決賽才輸給羅馬 又拿到24分 其餘三隊亞爾克馬爾 PSB 彥濤分 以及維迪斯 分別拿到13、10和9分 除了有19.2分 在上季國家系數中 第二高的國家 只是僅次於英格蘭 就是憑著兩隊突出的表現 可以除了一些分 還是比西班牙和德國 等等有更多球隊參加歐洲賽的國家 而這個國家系數計分 是以之前的五季作為參考 因此排名第一就是英格蘭 還要脫開了第二名的西班牙15分 第三名的德國25分 所以其實榜首的位置都非常穩 而排榜首的英格蘭 就會分到七個歐洲賽的席位 聯賽頭四名就會直接打入歐聯分組賽 第五名和足總盃冠軍 就會進入歐霸的分組賽 而聯賽博冠軍就會進入歐協聯的最後一輪附加賽 韋斯咸今季就是由附加賽打到16強的10場賽事都是全勝 直到上星期的八強首會合對比利時的珍凸 才和了1比1而斷了全勝記錄 但都見到這條進級之路是走得多麼漫長 雖然剛才提到英格蘭中 聯賽杯和足總盃冠軍都有歐洲賽的參賽資格 不過近年很多時候 這些本土杯賽冠軍都被進入前五的球隊拿到 所以最終就會把參賽資格都讓給排第六或第七名的球隊 就像今季的聯賽杯一樣 由曼聯拿到 而他們現在距離第六的圍拉是有9分 而且打小一場 只剩下八場球中要跌出頭五的機會 其實都挺低的 所以有很大機會聯賽盤冠軍拿到的歐協聯附加賽位置 就會落到英超的第六名球隊身上 至於足總盃的歐霸位 現時去到四強就剩下曼聯 曼城、百里頓和英冠的石飛聯 如果是曼城或者曼聯拿的話 歐霸位都很大機會會讓給聯賽的第六名 而聯賽杯冠軍的歐協聯位置 就會落到第七名球隊身上 百里頓頓的話 就要看他們最終的排名是怎樣 如果是頭六的話 保持著都是第五、六名會打歐霸 第七名會打歐協聯的局面 如果是第七或更後的球隊 他們就會繼續打歐霸 而第六名會打歐協聯 第七名會變成什麼都沒有分脫了歐 如果爆大冷是石飛聯領的話 就會出現了有隊英冠的球隊打歐霸 英超的第六名也是打歐協聯的情況 而第七名會繼續什麼都沒得踢 這就是英格蘭本土賽事影響的歐洲賽參賽之格 另外還有一些額外的位置 是給三項歐洲賽的冠軍球隊 歐聯和歐霸的冠軍是可以直接 進入到下季的歐聯分組賽 而歐協聯的冠軍就可以進入歐霸分組賽 正常來說這些額外的名額 是不會影響到本身在當地的本土比賽 所決定出來的參賽名額 這個位置也很肯定再說一次給大家知道 就算英超有球隊認到歐聯或歐霸 聯賽排名第五的球隊 是怎樣都不會有份打歐聯的 因為歐洲賽冠軍是一個特別預留的位置 如果衛免的球隊用不著 是會分多個名額去到外圍賽那邊 而歐聯入面就一個國家最多 只可以派出五隊的球隊 在很特殊的情況下 歐聯歐霸的冠軍都是來自同一個國家 但兩隊都不能夠透過聯賽排名 拿到歐聯參賽資格的時候 用英超來做例子 就是這兩個歐洲賽的冠軍 同時都打不到入前四 他們就會跟聯賽的前三名一起去打歐聯 第四名的球隊就會降格去打歐霸 其餘兩個歐洲賽資格都是順延下去的 而這個歐洲賽冠軍可以直接參加到下跪歐聯的參賽資格 其實法績就是由我們利物浦所引發出來的 因為2005年的時候 芬尼迪斯大領著我們捧起了第五隻歐聯獎盃的時候 我們當季的聯賽只是排名第五 就不能夠憑著聯賽排名拿到歐聯參賽資格 而歐洲足協認為歐聯不可以沒有了衛免球隊的球 接著就修改了球例 讓歐聯的冠軍可以優先參加下跪歐聯去衛免 而我們這個特例 當年是要由歐聯的外圍賽第一圈開始 打三輪的外圍賽才能入得回去分組賽 造成了史上首次一個國家有五隊可以打歐聯的特例 當年第四的愛華頓也是可以這樣吃 而這一季後歐洲足協正式修例 要聯賽第四名讓位給歐聯冠軍 一個國家的球隊仍然只能出四隊 而英超就發生過一次需要讓位的情況 就是1112的球櫃 熱次拿到聯賽第四名 但同季車路士就拿到歐聯冠軍 所以第四名的歐聯位就要讓給車路士 而他們也是暫時唯一一隊受到這條條款所影響 而得不到歐聯資格的參賽球隊 去到1516球季開始 就連歐霸的冠軍都可以拿到歐聯的參賽資格 歐洲足協先要將同國家歐聯參賽球隊加到五隊 而聯賽排名第四的球隊打不到歐聯的情況 其實今季已經隨著車路士歐聯出局就幻滅了 就算曼聯贏到歐霸又打不進前四也好 都只是會有五隊英超打下界的歐聯 就不會有第四名的球隊影響得到 至於歐協聯的冠軍就會直入歐霸的分組賽 而且這個也是一個額外的名額 即是今季就算韋斯咸最終贏到歐協聯的冠軍 下界就可以打歐霸 但聯賽第五名和足總盃的冠軍 依然是會踢到歐霸的 就不會影響到其他歐洲賽的席位 即是會有三隊的英超球隊在歐霸作戰 所以總結我們今季 究竟不同的聯賽排名會有什麼歐洲賽可以打呢? 頭四就是歐聯 第五名就肯定是歐霸的 第六名就要視乎足總盃的結果 有機會是歐霸或歐協聯 而第七名也要視乎足總盃的結果 有機會踢歐協聯或者脫歐不用踢 第八名就肯定什麼都不能踢 講完排名會有什麼歐洲賽踢之後 今季即使球隊爭四的機會不太大 但我一直都說有專利歐霸位也好 都是要爭了先 接下來就會和大家說一下歐洲賽的重要性 從競賽的角度 有歐洲賽當然容易吸引到球員去加盟 就算不是歐聯 始終每季球隊的比賽數量會因為歐洲賽而增加了 即是新加盟的球員有機會出場的次數也會多了 拿到獎金和更高報酬的機會也高些 所以有歐洲賽對於夏天買人一定會有影響力 加上踢一下歐霸也算多個機會可以爭取歐聯的參賽資格 始終現在要打入英超的前四都不是很容易 曼城、阿仙奴今季帶了出來 紐卡蘇、曼聯、熱刺、白麗頓、韋拉也競爭得很激烈 多個選擇多個機會都是一件好事 還有有歐洲賽踢的話 都可以給予多些機會 隊內的副選球員和年青球員出場 除了聯賽杯和足總杯 其實近年歐霸、歐協聯的分組賽 很多大聯賽球隊都會作出很大幅度的輪換 主力的十多個以外的球員就會多些機會上陣 否則好像現在的陣容 三個門將、五個中堅、四個閘位 十個中堅、七個前線的球員 其實是一共有29個人的一個勇種陣容 即使詹斯彗娜、拿比基達、張伯倫、霹明龍和阿祖安 這五個人會約滿 但也還有24個人 單線的作戰下很多人都會沒得出場 可能20個球員已經很足夠用了 我們還想買幾個中堅、補中堅和集位換血 那就會需要買很多陣中現有的球員 達成一個很大幅度的拆骨行動 去縮減我們的陣容才行 否則又哪有空間去容納新的球員換血 差不多就要把整個陣容都推到重來才行 但好像雲迪克、法賓奴、夏高、神軒、沙拿、羅拔神 這些都是高薪又連近30的球員 其實是很難清走的 又不想拆走年輕有潛力的球員的話 我們的重建程度其實是很有限的 所以有歐洲賽踢 令到可以容納更多人入陣容中 都是對於換血有一定程度上的幫助 而競賽角度以外當然還有財政角度 始終打完歐洲賽都是一項不錯的收入 歐聯上季我們就算拿亞軍也有過億磅的收入 但就算不是歐聯打入歐巴的話 以我之前做過歐聯獎金分析的影片去看 入到歐巴四強都有3000萬磅左右的獎金 拿到冠軍的話可以去到4000萬磅 再加上有六至七場的主場比賽 每場都可以有三四百萬的比賽日收入 即是打歐巴如果拿到冠軍的話 都可以有6000萬磅左右的收入 以上季接近6億的球會總收入來說 歐巴都可以帶來大概10%的收益 都不能夠說是少的 當然歐協聯的話就會比較再尷尬一些 就算拿到冠軍也預計只有2000萬磅左右的獎金 再加上剛才所說的比賽日收入也是4000萬磅左右 但就要加大陣容去迎戰歐協聯的賽事 又要多些心神賽力去支援球隊出賽 相對上就會比較雞勒一點 上季歐聯決賽前我就有一條講歐聯獎金的影片 其實我提過的除了比賽的獎金之外 歐洲賽有一部份的錢是會經由球會過去10年的系數排名去分配 看這個表就會見到歐聯的每個排名 大概就相差115萬歐元 即是100萬磅左右 看上季我們就排名第14 沒計算上季的決賽 我們都拿了一次歐聯冠軍 一次亞軍 一次歐霸的亞軍 但排名上不到 就是因為10年來我們有3年都沒有歐洲賽打 一分都沒有就令到其他球隊拉開了我們的差距 來到今季就撇除了1112這個脫歐的球櫃 用上季歐聯亞軍的分數來代替 立即就由第14名升到第9名 這裡也有400-500萬磅的差距 所以如果我們打少一季的歐洲賽 可以對往後10年的球會系數造成非常長遠的影響 即將取代的三個賽季分別是9分、0分和10分 只要我們保持住歐洲賽的參賽資格打入淘汰賽 另外這三年內拿多2、30分 要打到第4、5名其實不是太困難 如果下季脫一脫歐 每年可能少幾百萬磅 加上加上10年可以少幾千萬磅 可能有些利迷都會說 球會賺不賺錢關我什麼事 不是又是FSG 但現在我們正在走的所謂自給自足的方向 越沒錢就只會越限制著球會所能運用的資源 所以怎樣說都好 能夠踢多項比賽賺多點錢回來 始終都是對球隊發展非常重要的元素 最後說爭歐洲賽的形勢 說真的要爭前四現階段來說 真的非常非常困難 我想如果有一線生機的話 最重要是自己剩下八場比賽 是要全勝才有機會說話 但到時我們都只有71分 現時我們就失多紐卡數9分 失多萬聯12分 就算我們真的贏了 都還要等別人在這八場球中 失到這個分差才行 要萬聯在八場中輸四場 即使他們近來雙兵多有多線作戰 但看起來仍然是很困難的 而紐卡數八場就要失九分 可能是四勝三和一副都可以 他們還要主場對白禮頓 熱刺和阿仙奴 還有作客車路士 不過都不預期他們做到什麼 另外三隊最水深火熱的護級隊 埃華頓、李斯特成和蘇咸頓 都是紐卡數的對手 要失夠九分 好像未必不會 都有一定的機會 若果同分的時候 我們都有八連勝 四個球差就肯定可以追得過他們 所以追紐卡數 機會不是沒有 但當然都小 形勢也很被動 要望天打掛等別人失分 只要追到紐卡數 我又不是太擔心失分 只是少我們三分的熱刺 失少五分 但賽程很難打的白禮頓 以及跟我們失分一樣的維拉 這三隊就應該怎樣都過得到 如果我們過得到紐卡數的話 再重申一次 要爭前四 八場全勝 可以說是一個必要條件 雖然我們手上已經沒有強敵要打 就算打熱刺 維拉、富咸和奔福特 都是主場出戰 那就好一點 今季最令人擔心的作客 只剩下三場比賽 全部都是對修咸頓、李斯特成和韋斯咸這些護級隊 但就算比賽不難打也好 要全勝仍然是極困難的 如果想穩定拿歐霸第五名的位置 我覺得機會又不是那麼小 以此現時還要作客紐卡數 我們和維拉 還有主場對曼聯 失分的機會其實都挺高 白禮頓除了有足總盃對曼聯的後顧 聯賽還有九輪未踢 之後賽程一定是排得密密麻麻 還有主場對曼城和曼聯 又要作客阿仙奴、劉卡數和維拉 即使他們失分現時是第五小 亦對我們有五分的優勢 但季尾這一段的對手非常厲害 爭冠雙紅都要打他們的情況下都挺難堪 維拉的賽程也是非常辛苦 七場入面六隊都是前半版 就算不是前半版那一隊 都是學神接手後拿到三連勝的水晶弓 又要作客我們和曼聯 主場對熱刺和白禮頓 所以能否維持得到現在近八場有七勝一和的強勢 都很難說 但亦都印證了我一直以來經常說的 就是一段五六連勝對於爭四來說 已經是很好的走勢 如今歐洲賽之隔 都沒有人敢完全撇走阿士東維拉 我想如果在一個月兩個月之前 應該沒有人會想像過這個情況出現 所以從爭五六的角度去看的話 雖然現時我們是排第八名的 但我又不覺得形勢真的很差 若果打出對阿仙奴的下半場 和對列斯聯的表現的話 我相信都很有機會補到一個歐霸位回來的 好 今集就和大家分析完歐洲賽席位的分配 踢到歐洲賽對我們的重要性 和現時席位爭奪的形勢 希望大家聽完之後會理解到 更多現時我們所面對的情況 我相信應該都不少利迷會覺得 不如下季寧願放棄了歐戰 專心推倒從來 讓下季可以再次爭回前四好過 大家有不同的想法出現 都是很正常的 歡迎留言和大家分享一下 你們怎樣想 今集就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支持 喜歡這條影片 可以訂閱這個頻道 尼斯台奉比賽翌日中午時段出片賽後評 其餘時段都會不定期為大家 報導有關球會的消息和瘋仔的個人分析 間中還會直播露面跟大家聊天 又或者直播旁述一起看球 想更實質支持瘋仔的都可以加入會員 每月最低只需15元 我是尼斯台的瘋仔 下次再見 See you next time